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我并没有忘了拍电影 我还是很爱表演 很爱电影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看板人物 待会儿要为您介绍的今天这一位来宾 他刚刚得到了一份极高的荣誉 而这个荣誉呢 不只是肯定了他个人的终身成就 更重要的 我觉得他是肯定了一位职人 一生玄命 一生专注让人带来的尊敬以及敬佩 他个人就可以创造境界跟高度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金马甲第六十届 终身成就奖得主 林清霞小姐 清霞姐很高兴来见到你 欢迎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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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霞姐这一次来台湾的时间是旋风式的 短短的时间 但是非常高兴 清霞姐很久没进电视台了 对不对 不到几十年了 都忘了 好 那就让我们这一次空前跟绝后 别人不用想 也不用想 就记得看板人物就对了 欢迎清霞姐让我们就做 看板人物 谢谢清霞姐 好 我们开始来聊聊 请坐 相信清霞姐这一次来台湾 领到金马奖第六十届的终身成就奖 一定有太多人 在您坐下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之前已经问过您 有什么样的感想 有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我的开场还是非常想问一下 你面对台下做了这么多影人 这么多追梦的人 你想那时候您谈的时候 你分享的最主要的价值跟信念是什么 一个人可以一生选命 追梦呢 是绝对可以达到的 因为你说我现在拿的终身成就奖 我今年四月拿的荣誉博士 对 我这个梦都不敢追 我根本不敢做这个梦 我拿到了 变成我的可以说是我生命的高光时刻 真的 真的 所以呢 追梦就尽量去追 一定可以达到 而且呢 要抱着切而不舍的精神 你就进去就好了 你进去呢 或许三年两年不成 十年一定成 一个人专注在一样他有兴趣的事情 他会 他会真的是 他会钻研比别人加更多力气 而且不累 不累 不困 你想好像是清夏姐写作的时候 完完全全不累 不困 不饿 绝对 时间都忘记了 所以写作也是你 过去从来梦也没有梦过 没有 写作也没梦 拍戏也没梦 不是 是根本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看啊 这个这一次第六十届 我们的影后是 十二岁 我想这也带给很多新的时代 新的经历 这个年轻的时代可以不断地继续地追梦 绝对 我觉得二零二三 可能你也没有想过 会是一个这么不一样的一年 四月份你在香港大学 领了荣誉博士 然后呢 岁末的时候 领到金马奖的终身成就 这两个 你有没有 一定要回答啦 你有没有到底比较喜欢 我回答 这个是大家给我的荣耀 我都非常的珍惜 我可以保证 我做到的就是 做最好的自己 昨天比前天好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我会比今天好 我 这个是我可以保证做到的 金马奖的特刊 有一篇很特别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青霞姐二女儿 邢爱玲献出的 我的妈妈林青霞 里面最让我意外的是 爱玲她写说 我中学啊 在演戏剧系的时候 我的身性呢 非常害羞 因为我遗传妈妈 害羞的天性 让我怎么样都演不好 我要演的人物 我们今天看到 青霞姐你所有演过的剧 然后所有人都用东方不败 来标志青霞姐 所以害羞这个字 应该很久很久 没有人跟青霞姐的特质 连在一起了 我害羞那个程度 你都不敢想象 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吧 有一次我们搭公共汽车 学校嘛 学校的同学 一大堆同学 公共汽车来的 都 这学生不守规矩 本来应该排队上 全部都挤到那个门里面 那个门就那么小 大家一起挤 其实我排在前面的 全部这么一挤 我也不好意思这样子 扒着挤啊 我就说 你看我这一说 全部好像挤上就把我这样 抬到那个巴士上面 所以你每天上学 都因为害羞在那边奋战就对了 我上学奋战 那个出社会奋战 我奋战了 直到我过了第二个人生之后 就说我现在不是 现在过了生日九岁吗 九岁 我九岁之前 我都在害羞状态 真的还假的 可是你人生必须经过那么多 环境的转换 戏剧形态的转换 但是你其实的内在 对于这些转换 害羞跟害怕不一样 我每次都在挣扎 我每次出来访问 我其实之前不太交朋友 也不太愿意跟生人在一起 那么我每一次要出镜 我内心里都很大的挣扎 所以我们看到演戏里面 那完全是你的经验 我演的是自己 我演自己的时候 我很害羞 我演别人的时候 人家给我理由去做 那个喜怒哀乐 那个情绪的发展 我演自己的 我林青霞 我就觉得 就很害羞 所以经历女中的时候的 林青霞 是一直被人家抬着 拱上公车bus的 这张照片 在这一次金马奖 终身成就讲 影言的影片里面 我们终于看到了 好多窗外的片段 因为他并没有正式在戏院上演 这是一个剧照 这也是 是不是穷雅阿姨她 今年重新整理 她的小说系列集 她那本书窗外的封面 就是这个 可见她太喜欢这张照片 有没有什么故事 你看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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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肿一点 你看我的表情 有没有不是很开心 这个镜头拍之前 我大哭啊 你知道吗 我大哭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都要剪得很短的短头发 对 那个是耳上的 都要在耳朵上面 后面要剃青皮的 我的头发是我的命啊 这个青皮是绝对不能剃的 所以我这个头发特别重要 毕业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 不剪头发 留长 然后烫起来 我这刚好到这个肩膀这个长度 我演这个窗外是 又要回到学生 是初中生 是初中生 第一天就把我的头发给剪掉了 哎呀 我知道是应该剪 但是我哭得不得了 就在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入戏的脱塞 是那个时候那个情绪还没过去 你看我的表情 好好好 可见那个哭是哭得这个撕心裂肺 然后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这样子 然后take了这个shot 对 很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我们从窗外谈起来 我想五年级生 四年级生 甚至六年级生的前段 我们记得的 台湾的文艺爱情片的辉煌时代 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 提到文艺爱情片 那时候叫三听片对不对 你啊 别嫌我三听片了 我看一个法国片子 人家一听片 我知道了 人家整个电影就是一个 在餐厅里十几二十个人聊天 就是看这个 我们三听已经对得起你们了 很不错 感谢 感谢 而且还是在我们戒严时代 很不容易 那时候文艺爱情片的代名词 其实就是林青霞三个字 那文艺爱情片 我们也是在这次影言的介绍片里 看到青霞姐说 站着都可以睡着 是啊 站着都可以睡着 我本来想要示范给你看 我 我有一次 有一次拍戏打灯光 打灯光呢 那个有面墙嘛 那个我人要在那边打灯光 我靠那个墙 等到我突然之间 预备一备 我才突然之间缓过来 醒了原来我刚才睡着了 好可怕 所以那时候你睡着你也不知道 你醒来你也不晓得 醒来才知道我刚才睡着了 所以那个累的情况是 因为我看过青霞姐开始 投书写文章后 有次你回到永康街 然后我想一个开门的女孩 一定很意外 因为青霞姐就是 发现以前老家的公寓在 她的年龄就是我差不多 住在那边的年龄 所以你敲门 你问她说你可不可以进来看看 就是你移旧家 我跟她说我以前住在这边 可不可以让我进来看看 她有一点犹疑 她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我后面郝广才陪我一起上去了 郝广说她是林青霞 她是林青霞 她以前住在这边 是 然后你记起了 也是那个 我想说一个人可以多累 你说你累到回家 咪一下时候 你常常妆都没卸 然后是你母亲用一罐庞氏 然后你就躺着 她让你睡 然后她帮你卸 常常是这样 累成这个样子 常常是庞氏帮我卸 还没卸完我就睡着了 那家真的是一点没改变 几十年都没变 我就直接上去那个大铁门 我妈把我锁在外面的大铁门 我进去了 这个阳台没变 鞋柜没变 然后进去 房间没变 那个我的房间 我妹妹的房间 隔间没变 没变 通通没变 那个落地玻璃没变 走过去 我妈房间没变 我爸妈妈房间没变 我哥哥房间没变 在我哥哥房间发现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单张椅 你说 你很有勇气 有没有很感谢 我是觉得好像 恍如隔世 然后我就感觉上 以前琼瑶平心涛在这里 跟我谈拍戏 以前一个制片在这边 一讲三四个钟头 疲劳轰炸 弄得我没办法 只有答应 以前谁谁谁来找我 以前有一个制片 说我再不接他就要跳楼 很多都浮上心头 就是在永康街 我去那边去完之后 我久久地在那边回响 所以在那个客厅里面 曾经有多少人 那我简单来讲 其实他们就是直接到永康街 你的老家去抢人就对了 No 到处抢 哪里那么简单 有一次我在杨明山拍戏 应该是齐正飘飘 齐正飘飘拍戏 我记得我穿一件粉红色的晚礼服 跟那个林峰 林峰在一起演 那他们跟我说 有三个字片上山来找你 嘎齐 除了我们这边一个字片 还有外面三个字片上来 他们都带了武士刀 我啊 需不需要武士刀啊 到最后没办法了 怎么谈成了呢 一个人八个小时 我就不用睡觉了 我这边八个小时拍完 那个人接 那个人拍完 这个人接 你知道吗 我是不想接那么多戏的 台湾人情压力太大 你说人家的跳楼 你能不接吗 你说那个叔叔 Uncle这么求你 你说那个认识的人 你说他的五十刀 那么大能不接吗 五十刀那么大 但枪就很小 多啊 枪怎么少啊 没少过啊 没少过 我现在讲可不可以啊 现在那个几十年过去了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你是独自去面对 这一些比较复杂的压力 你母亲会 母亲没有帮你 有 我母亲都 我父母对这个行业 其实不要 我们全家 跟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对这个行业 没有任何认识 那么 当然有帮了 那时候呢 不流行 经纪人 都是新妈出面 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我一个人 谈片 愁 看剧本 这个 服装 化妆 发型 都是自己 全部是自己 拍戏一空档 就出去买衣服 那每一个演员的衣服 都是自己的 所以 你的品味怎么样 就是 就是 电影里面就是那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生活 它运转了这么久以后 这文艺爱情片的时间 很长 你后来会不会对于 我们讲两个 一个是工作 包括了你要处理这么多事 一个是戏剧演戏本身 在一个身心 这么过量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过觉得 有点想 我可不可以不演了 我崩溃了 我在片场 片场崩溃了 我那时候 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的 弦要断了 我要离开这个 圈子 我不要见 所有跟这个圈子 有关系的人 我不要 隐秘什么什么 都不要有关系 因为我想逃离 甚至 我想去 美国做 waitress 都好 我想做waitress 你没有压力 对不对 这就没有人认得 没有人认得 我在那边 还蛮自在的 但是还好 后来还是有好的片子 把清夏姐抓了回来 后来台湾 我们渐渐地进入到了 这个80年代 其实在昨天的金马奖 终身成就奖颁奖 我觉得最感人的段落是 介绍清夏姐的 李安导演的影演 它也让我们看到 清夏姐 是整个一个时代的 全部的电影工作 华人电影的重量 浓缩在清夏姐 一个人 所超越的各种挑战上面 80年代的时候 台湾进入 他们说新写实电影 清夏姐 你也做了一个新的转变 那时候您会选择去香港 这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因为那个时候 在戒严或是刚刚戒严的时候 香港距离我们还是很遥远 心理距离很遥远 你怎么样做的这个决定 新浪潮 兴起的时候 我还在美国 等到我从美国回来 其实也差不多 那么我回来的时候 我在适应期 就是朱元平找我 朱元平就是很会拍那种喜剧片 叫红冰团 卖座的那种喜剧片 红粉冰团 迷你特工队 四傻害羞 想起来了 七只狐狸 四傻害羞 还是我取的名字 你取片名 我取的 你怎么这么还没取片名 我就说 那就四傻害羞 就四个傻瓜 是四傻害羞 都很卖座 我又很多人找我 很多人找我 那我又要逃了 我这个 我又要逃了 我就不接任何戏 我就到香港 我觉得香港没有人情压力 但刚好那时候 香港很多导演都想找我一个台湾的演员去香港 有个新鲜感 我觉得香港对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说他们很实际 你不演他们完全不勉强你 你告诉他什么理由不演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那边很舒服 我觉得人生可以不止一个故乡 有一个来处 但是你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家跟归属感 在香港的时候 在1986年 青霞姐刀马蛋 头发剪得很短 因为那时候引起了一个风潮 很多人都剪了一个很短的头发 1988年今夜星光灿烂 那么甚至后来就跨足到武侠世界 有1992年《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 同年还有《新龙门客栈》 《颠倒众生》 另外大家永远忘不了的是王家卫导演 1994年的《重庆森林》 还有1994年《东邪吸毒》 《大放异彩》 香港导演创造了新的青霞姐 而您也成为他们的谬思 让他们创造出以前没有拍过的类型剧 您在既得到香港适应上面 不管心境或者是剧情角色上 那时候有没有最艰难的挑战 我最伤心的是一个导演 说了一句话 他在拍《君子好球》《领领东》 我怎么演都不对 然后他说 我说哪里不对 他说你这个很有台湾味 那我在想 这我有点难过 台湾味 后来我想他这样子讲 可能是我的节奏太慢 因为香港说话的节奏很快 所以我就自己必须要调试自己 那就是这一点点困难 其他没什么 跟你印象很深 这对我印象很深 心境好调试吗 在香港收工以后 回去就一个人了 在那一段拍戏的日子里面 对 非常寂寞 非常寂寞 基本上我都是片厂酒店 片厂酒店 那我就是有时候睡醒 感觉上我好像在一个荒岛 就我一个人 因为我家里人都没有到香港 而且十年都是我一个人在香港 这么长的时间 有时候我回去 回去 看着那个窗外的风景 这么美 我看那个风景 我竟然嚎啕大哭 我突然感觉 这么美的风景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看 我就打电话给张淑萍 我桑淑萍说 你哭了 我说 那我说 我好寂寞 他说那你打电话给朋友 我说我这不是打了吗 很好笑 不然是作家 不然是作家 金亚姐跟很多导演 很多很多白语片的导演 从窗外是宋纯寿导演 对不对 是 我看青霞姐第一部片子是 枫叶琴 我还记得是白锦瑞导演 在台湾合作很多导演 到香港有谭家命导演 当然徐克导演 王家卫导演 后来滚滚红尘的严浩导演 我这边只举出了非常少的一部分 这么多合作的导演 他们转移给您的 电影人的典范是什么 他们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记得1980年 我那个时候 因为很多新闻 然后我就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去呢 谭家明是为了我 到美国去拍的那部电影 叫《爱沙》 那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现在还记得 而且我知道现在才做得到 他跟我说 如果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就成功了 我知道他那句话是对的 但是我做不到 现在我快乐 因为我做到了 又会写文章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在听青霞姐讲话的时候 我每次都没有防备 突然呢就峰回路转了 东方不败拍摄过程 秦霞姐姐的时候会跟我说 念华 我跟你讲 我这真的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秦霞姐是一个喜欢更新的人 但是一定有幕后的小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要东方不败 刚出现在一个一棵大树上 我要站在上面 那也可以说是几层楼高了 就站在上面就不要下来了 树上有一块板子 我就站在那 然后呢 他要制造东方不败的那个威武啊 出来的话 那个气势啊 他就放很多鸽子啊 很多鸽子这样 就在我这个前面 冲到后面 我心里想 这个一定要一次OK啊 这个鸽子会不会砸到我啊 然后我就说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做好 我一定要不要害怕 真的一只鸽子 撞到我的脸上 马上我脸很痛啊 肿起来 但是我还是继续演 我这样继续演 他才不会来第二次吗 别的哥怎么回头说 你撞到林青霞了 还不快起来 那么还有一次 我不知道讲过没有 就是我拍那个 罗门客栈 前一天晚上 那个武术指导就说 明天要拍这个很多剑 要拍你一个大特写 就是很多剑会刺到 会向你这个方向来 那我就说 那眼睛不是 会不会刺到眼睛啊 那个武术指导就说 不会的 他说如果有东西过来 你眼睛一定会闭起来 那我就是好特写嘛 我就一次OK 所以我就瞪大眼睛 那个剑要在前面挥 那个剑一直过来 你要把它挥掉 把那个剑挥掉 那我就瞪大眼睛 挥挥挥挥挥挥 眼睛也不闭 一只打到我的眼睛上 这次受伤了 还好我眼睛闭起来了 你想了一只大棍子 打到眼珠上 怎么得了啊 哇我痛的啊 在地上 弯在地上 痛得不得了 谁来我都拨走 那么完了之后 他们就叫我到 那个车上去休息一下 我就照照镜子 我黑眼珠有一条白线 我说我黑眼珠 怎么有一条白线 他们说可能是羽毛 我是知道可能是羽毛 我说滴眼药水的滴滴滴 怎么滴那条白线还在 我哭了一晚上 后来第二天去看眼科 眼科说你这个要是不来看 你眼睛就瞎了 他说你那眼磨裂开了 那条白线就眼磨裂开了 我当晚就收拾行李 就回香港 就东黄这样一路赶回香港 因为你要就医了 我就说我戴一个帽子 怕人家认得我 戴一个眼罩 你看我那个造型 戴一个帽子戴一个眼罩 然后自己一个人孤身上了飞机 你知道我上了飞机 那个就趴在那个前面 那个桌子那边 哭了 这样子 一路上一耸着肩膀 这么哭 空中小姐不知道觉得我怎么样 一直这样子 一路哭到香港 不过我一直要打电话 给我妈说没事 因为大家都说我眼睛出事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就是到那个时候 是不是那个前后 后来真的决定吸引了 我眼睛出了很多状况 我讲太多 你是不是 不会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状况 我们单独剪一几 叫东方不败的状况 是不是差不多也就是那几年 你真的想吸引 差不多那几年 我真的想吸引 因为身心互相影响 这么累 这么多意外 就是那个 大概第二年吧 那个戏大概92 我94年吸引了 你有好多 讲吸引好像不太对 我从来没说我不拍戏 对 修正修正修正老婆 我从来不 这段不要剪掉 这段是我要confess 认错修正 没有吸引 到金马奖 这个领终生前就讲 都没有讲吸引 我一直说走入家庭 走入家庭 走入家庭 嫁为人妇走入家庭 这八个字 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 对 走入家庭 我们觉得林青霞 又是经过一个 她比台湾搬到香港 比台湾逃到美国 更大的生命空间的转换 有没有适应的地方 没有适应 真的吗 我觉得我很 是找到了一个港口 找到一个港口 我过渡得非常的自然 而且我也没停过 没闲过 我结婚 这么多 还是这么多记者拍 生了小孩 又一直在忙 没停过 我一点都没有 想过拍电影的事 但是呢 我并没有忘了拍电影 我还是很爱表演 很爱电影的 所以她这是一个 上天给青霞姐 我觉得一个很温厚的恩词 青霞姐这一次呢 带来了 我觉得是送看板观众 全球华人观众的礼物 哇 这个是2023年的 不是哦 是今年 对对 2023 对对对 在巴黎 在巴黎 为什么这个对你很特别 我上次在看板人物 不是说我有个小小的愿望吗 我的愿望就是想摆摊 画人像 而且希望是在巴黎的白教堂前面画 那我们那天就去了浩浩荡荡的 然后我们到那个巷子里 我就看到很多那个画画的呢 艺术家就拿着一块大板子 然后就帮人家画 我还 我刚走近 他就自己就画了我 也没有征求我同意 就画了 就这样子 那我朋友也在旁边画 我就让他画 那画完了 说我两个人200块欧元 真贵呀 200块欧元 那我就说好 我也想画人家 我说那我画你好了 我就帮他 我就画画画 就是这张 然后我画完了给他 我说送给你 签名送给他 旁边那个画家就很好奇 就过来看 他说 这画家应该给你钱了 这个 那你比较一下 好来 比较一下 你看他画我跟我画他 我很好奇 后来你又帮他画 你又签了林青霞 虽然他应该是看不懂 这签名的价值 那200欧元 他还是给你收了 当然收了 他也没问我 也没告诉我多少钱 自己跑来画 那算了 好 下次可否来台湾 我们这个TVBS 瑞光路人来人往 我大姐帮你准备个樊布棚 包括先生跟三个女儿 他们必须要让你 拥有你自己的时间空间 他们也不会怪我 不理他们 我有时间就 就大家一起吃晚饭 这个时间就真的是蛮少的了 先生很伟大 是伟大的 我是非常尊敬 说到青霞姐的话 这一次跟元月份非常不一样 青霞姐先传给我们看 她灵的画 这个是长玉 长玉 对 她是铝发的画家 青霞姐她很细心 她写给我训的时候 还说 念华 这画记得要横着 这是你灵的 我灵的 你开始灵画 然后还有马蒂斯 这个是我们在金马六十 我们看到影言介绍青霞姐的这个片子里面 香港她在画的就是这一幅 这一幅 好 可以讲一下 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 好 另外呢 是亨利马蒂斯 她的画作 这一个灵画带给你的乐趣是什么 这幅画是我在日本参观那个马蒂斯的画作展览的有一幅这幅画 我最喜欢就是这一幅 就是感动 就是感动 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 我阿姨呀跟所有朋友都说画得像我 你看看 她说画得像我 你不觉得 眼睛里面整个感觉 这个神情 这个味道 我是特别要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不是跟她很像的 但是我觉得她整个那个人的那个气韵 神情 我很喜欢 所以 那第二张 因为这张照片 这张画引起很大的人 很大的批评 怎么说呢 就是她第一次画这个画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这样子画嘛 画一条绿线 然后两边的脸不一样 遭了很大的恶评 然后她因为这个画得了忧郁症 她最重要的画商把她定她的画给退掉了 就是因为这幅画 就因为这幅画 但是这幅画很宝贵 现在在后来在博物馆把它买了 可见任何在艺术上面 大胆创新 常常有时候牺牲的 是自己短暂的人生 那这个就更不得了了 长玉的这一幅的珍稽 在香港拍卖的是什么 三亿 那林青霞零这个价值三亿的话呢 这个价值呢 就不可测了 无价的 那没有 我这个 无价就是没有钱 不需要钱 不需要钱 九岁以后是不是 那时候圆岳我们聊天的时候 青霞姐说 青霞姐给我们看素描 很多素描 现在就是我开始用画布画 开始用画布画 我 对 我准备 我希望我下一本书是可以用我的画 跟我的文章来做成出版 做成一本书出版 所以我们在借用爱玲的话 就青霞姐二女儿 形爱玲 在这一次写我的妈妈林青霞 金马六十的专刊里面 她还有一句话 她说 我的妈妈呢 就生活安排得很充实 她做的全部是她热爱的事 喜欢的事 有兴趣的事 所以我就很感谢我的先生 跟我三个宝贝女儿 他们真的是很支持我 做我有兴趣的事 好 这真的是万分的支持 这个是 我觉得非常感恩 非常珍惜的 对 包括先生跟三个女儿 这个时候 那个世界里面 他们后面还会欣赏你的作品 可是在那个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让你 拥有你自己的时间空间 他们也不会怪我 不理他们 我也没有特别不理 我有时间就 就大家一起吃晚饭 差不多天天跟他们吃晚饭 这个时间就真的是蛮少的了 他的先生很伟大 是伟大的 我是非常尊敬他 非常尊敬他 你能尊敬一个先生 这是很难得的 是 很少听到 真的很少听到女性朋友 或是女性公众人物 用尊敬这个字 来形容对先生的感受 绝对尊敬 绝对尊敬 还有很多 在2023年 清霞姐从事里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想我们都没有听过 这也是为什么清霞姐说 八岁的这个原因 清霞姐在香港 她现在跟 致力于一个高坤慈善基金会 跟香港中文大学一起赞助的 脑制同户的项目 是大使 脑是我们 人脑 智势智力 脑制同户 现在其实 六七八九之岁 都可以从事一个 新的 启发自己新的潜能 但是就是说 我们要呼吁 大家要注意 这个脑子 这个退化的 这个 这件事情 因为有的人忽略了 有的人那个脑退化 是隐形的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怎么去防患 那么有的是 有轻微的 然后刚好有机缘 就认识了高坤的太太 这个香港的 一个医生 赵夏淫医生 那么大家 还有一个 中文大学脑作 对于这方面 是专家的 那个 莫少堂院长 我们一拍即合 就做了这个 这个公益活动 那我觉得是 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是现金社会 社会最需要的 昨天我救了 我自己几趟 为什么 我一下车呢 我穿了个高跟鞋 大概五六寸吧 地上都是石头 我扭了一下 我赶快扭回来 但我要那个拐很漂亮 就把那个衣服 这样举起来 然后后面就拍了 很东方不败 金家姐在这个脑汁同户的 这样一个有意义的 唤起上 不只是大使 你参与的跟投入的很多 补救 防患 最好 重要的 最好的就是 有一个很愉快的 社交活动 让你保持你的 这个心情愉快 多打一点乒乓球 做一点运动 对 打乒乓球 上次没有提的 乒乓球我天天打 天天打 所以运动对于自己的 不管体力心境 还有你的记性 金家姐跟我说 你的记性绝对比60岁以前好 我的记性比以前是好很多 是真的好很多 反应也好 不然我怎么顶得住你 谢谢东方不败的赞美 好 我们刚刚最后 就提到了 很快很快 青霞姐刚刚提到 愉快的社交 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身心 有很大的注意 在这一次 大家终于看到了 在这个影言影片里面 我们听到了青霞姐 唱了惊喜 那青霞姐也跟葛兰姐 一起 一起票惊喜 同时我在金马转播里面 看到江青小姐 她全程坐在台下 一定是您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这么长的典礼 她专程从瑞典赶过来 参加我的这个活动 这个支持我 我看过青霞姐写这一些 大概世代上 跟她在前一个世代的女星 让你最喜欢 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真的很尊敬 很尊敬 喜爱 欣赏江青 她是这么样的刻苦 要追求自己创作的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电影明星 以前是个电影明星 她竟然一辈子 没有擦过指甲油 没有染过头发 有一次金马奖 邀请她过来颁奖 然后她是从最远的过来 她从瑞典过来 金马奖要付旅费的时候 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最远的 你的机票最便宜 她说我做经济舱 她说我都是做经济舱的 我要把所有的钱 都放在我的创作里面 她的脚为了跳舞 这个变形了 那你看她的脚 你不会觉得她丑 你会觉得 哎呀很心疼 这就是她的故事 她一辈子就为舞蹈而活 我们昨天晚上跳舞 两个人跳得很开心 跳得三点多 半夜 所以现在的体力 绝对比以前好 这又是一个名证 还可以跟江青 引后江青尬舞 尬舞啊 这好像有人要跟东方不败 比武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我想青霞姐带给我们的感动 带给我们的启发 振奋 我觉得是跨世代的 想问青霞姐 这个医生一直观观过最快乐的地方在哪 他们可能会记得好多辛苦的地方 快乐的地方 我跟你讲 你说记得好多辛苦的地方 有的辛苦的地方 反而是快乐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任何事情 都是可以令到我快乐的 那个像以前会沮丧 会 我都觉得 我这人生需要幽默 像昨天呢 昨天我救了我自己几趟 为什么 昨天 昨天 我一下车呢 我穿了个高跟鞋 大概五六寸吧 红毯的时候 红毯 我一下车呢 就那个高跟鞋 就那个地上都是石头 我扭了一下 我赶快扭回来 我就觉得 最近我练脚力 是真的练得很好 这suppose会扭伤的 然后我那上那个红的 红楼梯 那个不是拖拖拉拉吗 拖地啊 高跟鞋这么高啊 有地毯啊什么 我走走走 拐了一下 但我要那个拐很漂亮 就把那个衣服这样举起来 到后面就拍了 很东方不败 但是在里面拐 然后我昨天呢 昨天呢 我又有 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 我说张淑萍 她把我从一个乡下土豹子 变成窈窕淑女 我想窈窕淑女 把个窈窕一下了 我就把那个 把那个裙子一拉 那个鞋子很高嘛 又拐了一下 可是那时候在台上哦 我是在台上啊 我就说 在台上 哎呀 一说到窈窕 马上就不窈窕了 就弄回来 然后我朋友说 都不觉得你跌 以为你是 就是这样子 故意的 那是在台上 对 台上啊 台上啊 我拐了一下嘛 我终于知道 人家讲那个 derly的笑是什么 就是这种笑 好得意 搞不好 这个后面最记得 这个金马奖上台的 这个变成你非常记得 这我觉得是很惊险 是惊险啊 很惊险啊 我这 可能会摔得很难看啊 对不对 你那个还没个桌子抓呢 没桌子抓 他一条很 今年那跟往年不一样 他细一条 细一字 我还 要 要扶也没得扶 还好我又扭回来 最近练那个皮拉提斯啊 那个腿劲啊 脚劲都练到了 金马筹备过程的时候 公布了终身陈秀奖师 青霞姐的时候 那几句话 真的让我觉得 好像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不管男性女性吧 我们都很希望 能够仰望的那个典范 她是这么说的 她经历各种类型考验 屹立不摇的巨星魅力 犹如传奇 犹如传奇 创造了传奇 青霞姐您期待电影事业 它除了反映我们人性 所有的喜怒哀乐之外 你期待电影事业 能够在心灵层面 带来哪些 更深入的影响和功能 我喜欢看 对你 对人有启发的电影 有共鸣的 就是说 演员 你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我就喜欢看那种 真的像你讲的喜怒哀乐 可以中 发自内心的 这个真的感受 不是说外表的那个演 就像我喜欢看法国女作家 安妮 就是去年得诺贝尔奖的 那个作家 我喜欢她文章就是 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里面 最深层 最深刻 最创伤 所有都是从里面这样子 发出来 像是从灵魂写出来 都是真的 我喜欢看这种 我觉得这种 能够反映 反映一些 这个人性的 真谛的这种东西 我们一起期待 清霞姐 她的第五本书 后面还有好多本书 还有清霞姐的话 就像你讲的 在《终生成就讲》里面 您创造了 跨世代的巨星魅力 犹如传奇 我们也希望你反映更多 我们人性里面 我们说不出的 我们感受的 今天我要最后 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没有吸引这件事 没有吸引 就是主持人说错了 没有吸引这件事 对不对 很多导演在找我 敬请期待 我们现在有一天 我们第三次机会访问清霞姐 谢谢清霞姐 但是不一定拍 谢谢 清霞姐 谢谢 谢谢 金丽 这次机会访问 就是你们 这次机会访问 要不要 如果我会认为 我可以认为 如果我会认为 你会认为 我 可以认为 你会认为 我 我 你会认为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